音子丹、张俊和吴建豪 这一齐出席电影《热闻4》完结片的首映活动 十二年之后来到最后一集 丹爺都说有点不舍得 不过《热闻4》不止是《热闻》系列的完结片 还是丹爺的最后一部功夫片 我觉得我拍了电影三十几年 今年三十七年拍了无数的武打戏 《热闻4》作为功夫片 动作片有很多类型 功夫片是其中一种类型 但功夫片我也拍了不少 我觉得《热闻4》是我的最后一部功夫片 因为最好的东西必须要告一段落 最好的东西都会有一个停的时刻 至于特地来捧场的张俊 日前就不小心被机器弄伤了手 搞得没得帮忙照顾小孩 洗澡啊帮小孩子洗澡 还有放尿片都暂时这几天就不行了 但是我还可以抱他 因为手不能沾水嘛 所以就有点怪自己 为什么这个时候弄倒了 而今次有份参演的吴建豪 原来是丹爺的小粉丝 还拿到丹爺的亲笔签名 就很开心 他其实把片场的时候弄得很舒服 然后也会陪我聊天 所以我其实在旁边就是肯定会紧张嘛 有点小紧张 然后毕竟非常那么欣赏他 所以我就坐在旁边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说 丹哥如果我拿一个公仔给你帮我签名可以吗 然后他很乐意的然后就答应我 所以就整个环境是一个很专业很舒服的一个感觉